女人追求虛榮是一場災難 即是災難 不虛榮你不做上市公司 為什麼你最初 那個虛榮是在於這個虛展 這個黃色經濟圈已經是很好的概念 我覺得真的會搞死一些藍店的 那是很好的 去到最後一秒 如果真的解放軍殺進來就走了 我怎麼夠他打 你夠不夠敢殺進來? 很開心你找到Erica 因為你的中文是零射難讀的 在我來說是很難不聽音的 袁 李 明 對 對 因為剛才有人和我 coach了我怎麼說你的名字 即是你 哈哈 但是我很有趣 我看到你自己的公司 是叫Meming Mark 即是說未明 為什麼是未明呢? 不知道啊 用了普通話 是啊 米明啊 但是我覺得OK的 看上去漂亮一點 Meming M-I-M-I-N-G 怪不得曾經有人和我說過尼敦道 也有些朋友 有些人說尼敦道的 是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是否因為 因為我覺得始終 我有一次看到你和你爸爸的訪問 我聽到你爸爸的發音 就好像我小時候回社會 聽過一些上海的叔叔 是啊 是啊 她有一點點的 所以我就說 可能他們因為這樣叫做圓未明都未頂 不過 咦 你是哪裏人來的?其實 其實我是福建人 但是我的家庭就很多上海的朋友 因為你很上海洋的 其實 是嗎? 是啊 我小時候和我哥哥小時候有些照片是極似你的 啊 很棒 OK 我馬上搜尋到的 Google 有沒有說 就是Erica 我給你啊 好 我先看看 好啦 就是你是一個 就是我現在才學人做YouTube 因為以前曾經有其他比較特別穩定的渠道 去做自己一些的發表 但是你很早很早已經做YouTube的那些2008年 我想是2008年 你那時候用YouTube的時候是 為什麼你會開始用YouTube來做你 就是Other than演藝的工作呢? 其實我是很喜歡這些科技的東西 還有很喜歡做個人的sharing 就是那時候呢 那個年代仍然只有八卦雜誌呢 就是別人寫你 你自己說不到東西 寫不到你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選港者呢 我已經寫blog的了 嗯 是啊 就將啊 今天我們就去外景啊 去哪裡啊 那就打字了 那有個YouTube就更方便 不用打字就這麼說 那所以就錄一下咯 就是家裡有些什麼零星有趣的東西 買了些什麼都拿來開一下 雖然呢 雖然你自己講話呢 就完全是一個地道 就是全全香港人講話的 但是其實你這種做事的東西 幾次外國 因為會不會跟你在外國做business 或者在外國浸了幾年呢 你見到那些人很喜歡分享 是你的性格根本是喜歡分享 是我的性格來的 我想 就是很要說 不是說自己的 但是覺得自己買的東西 選的東西都是好東西 那買了些好東西 做女人就當然是跟那些朋友講的啦 我買了這個啊 那怎麼好用法啊 那如果跟朋友講 不如拍完片 讓公司知道 嗯 因為自己起碼有自己的 就是那方面 就不用被人叫做什麼 把人家的說話放在你的口裡 是啊 是啊 是不是 OK啦 我少有地見到 就是有些人 你知道 我去年才離開大台的 或者你不知道都可以的 我知道了 出了新聞 但是有什麼 就是你反而是 我看到 很早的 你2005進去 2007就走了 你可以瀟灑得這麼厲害 很多人磨很久 因為任何 我看到的 尤其是我身邊有些 不論男生演員 或者女生演員 他們進去呢 雖然說 有投訴 有投訴 但是又不敢走 是啊 不敢走 還要等了很多年之後 結果沒得走 都會有的 是啊 是啊 那什麼令到你 這麼有吉時 就已經 I have to leave 是 那說真的 我那時候又不是紅 根本就沒有什麼機會成本 嗯 那就是有些節目 有時候拍劇 都不是什麼大角色 那所以 還有那時候其實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我去北京那裡Casting 那有機會拍大陸版的《紅樑夢》的 那怎知道他們就說 怕我紅了 怕我紅了 你明白嗎 就是 所以呢 要將我的經理人合約 加長 加多10年 但是呢 都是沒有底薪的 而且每個show錢 都是加不知100元 我跟著都算了 那你做經理人 苛刻 我都明白的 那但是呢 他是有一天 就這樣下午 就這樣call我回公司 嗯 那我就回囉 高層call嘛 嗯 一回到去呢 真的關了門 就給我一份合約 說你現在簽了去 哇 心想 哪有人這麼霸道的 又我說我要拿一份合約 回家看 這個是我法律權利 那我聽到他們說的 你沒有這麼說的是不是 我又這麼說啊 哇 這個我就想說了 其實在你下午的骨子裡面 是不是跟TVB的事 TVB很多人都已經給了面子 高層 因為好來好去啦 大家演藝 你怎麼好來好去 十年沒有底薪 但是他有沒有什麼去convince你 其實要講這樣的東西出來的人 給一個這樣的closs出來呢 他都要有相當的skill 去convince一個女生 那個skill就是完全弄爛臉咯 就是他們是做慣 說真的 我想他們對很多的藝人都是這樣做的啦 嗯 所以有什麼有什麼奇怪呢 對他們來講 混你入房簽約 跟著呢 真是僵喔 我不是說我可以回家看吧 我給我律師看啊 大哥你這麼厚一份藥 我都要看一下 我想他覺得你拋他的 他不相信人這樣會 沒有人試過好像你 你是historic呢 因為拍了一齣電影是講你怎麼講那一句 我想我要找給我律師看 我看得他們的劇多才認識的 但是那時候你都是真的這樣講出來 我真的這樣講 但是很多人不會講的嘛 我說還有十年我都要考慮一下 嗯 跟著他說呢 這張藥是不給離開這間房 我心想 哇 哇 神經病啊 什麼這麼霸道啊 嗯 不離開這間房 可以啊 你訊息給我咯 那你會不會說就這樣 好啊 那我們律師通訊啊 那他真的 跟著僵持了十分鐘在房子裡 我不出聲他也不出聲 嗯 那我不會屈服的 你不出聲多一個小時我都不會簽的 我十年的青春這樣給了你 嗯 那跟著就最後他們才死死氣呢 就fax了那個合約給我 嗯 那跟著我都沒有答應 後來我跟他negotiate 我說假如我真的拍《紅樓夢》 那這個才是 valid啦 那後來就幸好沒有拍啦 嗯 之後又跟他們吵架 他們有些事情不滿意我 然後停了我的節目 嗯 那我就又跟他爭吵法律咯 合約裡面你寫 你作為我經理人 是會用 去捧我的嘛 那你停了我的節目 那就是你違反合約咯 那他也可以用一些 就是在他的角度就說 這個演員也沒有做他 對啦 或者他說你的形象不好 那我就要停了你咯 但是我想沒有人這樣跟他撐行 說法律講合約咯 所以我想他們都很驚訝咯 那是不是沒有人可以咬得贏你的 其實 因為你小時候開始已經 我在想著 你很連貫的 那你現在很甜蜜啦 那你後面的環境啊 那些場子很優雅 很女仔 很漂亮的那些 你穿著這件衣服啦 你啦 但是我剛才聽到 就是可以picture到 你進去同位高層 那就是連男仔 我試過進去 就是什麼什麼進去 你進去的時候 你都是有一種 敲門之前進去 好像覺得 原本是說聊天 你好像不知做什麼事 好像自己過移民局那樣 就是去美國的移民局 我就不理美國讀書 就不怕了 但是 但是 你是不是很… 戰戰兢兢啊 一般來說 但是你是不是一輩子都已經說到 是啊 具理力真的 其實我選港者那時候已經衰了一鑊的了 就是有一次他們去外境說我沒有帶一個運動袋 是贊助的 但是他們沒有說要戴 或者他們說的時候 其實沒有做briefing 就是要報數的嘛 報了數 一至二十人在那裡 就做今天的通告 就說了 你們要戴什麼 做什麼 schedule 是怎樣 就是做briefing 很明顯那個袋 是沒有做briefing的 可能是他們casually說 記得要戴啊 就是不齊人的 嗯 然後我就真的跟她撐行 我說我沒有帶袋 是因為你們宣佈的時候 我肯定不在場 是啊 然後Rosa 是啊 她呆了 為什麼會有人出聲啊 是啊 我想其他的女生就 啊這樣啦 然後其他就全部不出聲 其實有一兩個人呢 她都是沒有跟我一起 沒有做briefing 可能我們三個去了廁所 都沒有出聲 只有三個去了廁所 我出聲 另外一個人出聲 有一個人沒有出聲 哦 那那次之後 他們又怎樣訓斥你呢 沒有 那跟著見評判嘛 就是有一天 不是在電視上見評判的 馬底見評判 那評判就問 就是基本上 其實就是問你是不是得罪人啊 嗯 那我不是說我真的不是得罪人 我是說事實 講原則 是啊 那可能評判就很不喜歡啦 已經 哦評判都不喜歡 評判都不非常 因為那些評判都很變制那些來的 哦 哇 OK 那其實 overall 那個experience 你由2005你就選港姐 跟著你2007就走了 那其實 overall你覺得整個 就是TVB 就是給你裡面是一個 什麼的experience呢 你是賺了什麼 或者是對於你日後 為什麼呢 似乎你的性格裡面呢 如果你說純粹是很professional 做演員或者做主持 你一定 一定 哇真的很多東西學 甚至乎可以很謙虛 很辛苦地學 但是要扶下這麼多的 又買餅啊 又買鞋啊 是的 買袋啊 那整件事 就是after math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一個 對於你來講 回想起來 都是一件好東西來的呢 那都是一個跳板來的 還有港姐那時候 在紅館決賽 是很開心的 然後我們去外景 去馬爾代夫拍攝 拍了很漂亮很漂亮的片段 就是那個experience 說真的你說 什麼演講啊 Catwalk那些 其實我以前都認識 因為我很小時候 做演員和做model的 所以 反而 但是那時候去紅館決賽 竟然都有一些腳震 我天不怕地不怕的 都是小小緊張 所以整件事裡面 你說那個跳板的意思 就是 知名度啦 就是 business wise 或者你做你的美容 或者其他東西都是 但是其實那件事的實際 除了那個名字之外 是不是 就是對於你的whole 就是一個人 一個whole 有沒有什麼 build up 裡面 原來 一個夢想的製造工場 原來裡面 都是一個涉及很 要很厲害的人際 就是 嗯 我覺得是了解了 這個現實世界 就是我可能很不適合 在港資的大公司 也很不適合受制於人 也都很討厭這些交際 其實我性格是很來向的 我是不喜歡經常和人在一起的 所以你叫我什麼買餅 又要上去找監製 吹水呢 簡直是比坐牢慘 我做不了 我稍後會和你聊這件事 因為很多人 有一次我跟朋友說 其實 甚至乎我太太有一次都笑了出來 我說我其實是一個極度喜歡靜的人 喜歡想的 在家裡很窄的 很開心的 其實很窄的 但是 當我要表達一些東西 而在我裡面很conflicted的時候 我可以滔滔不絕這樣說的 我也是 其實我裡面 如果你讓我去選 可能那天看著玻璃下雨 我都會拿著咖啡喝了 就可能過幾個小時了 但是自己在想很多事情